包括CNN 彭博 《华尔街日报》都指出 美国拜登政府最快会在14号公布 增加大陆电动车关税税率 从原先的25%大幅调升到100%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 也有消息传出 美方这次调升关税 同时涵盖电池和太阳能设备 此外大陆制造的注射器 个人防护装备等医疗用品 也将面临额外的关税 美国对大陆多项产品下重手 大陆外交部回应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自身权益 综合外媒报道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大陆会被加征关税的商品细项和税率 不过美方重点是放在战略竞争 国安有关的产业 美国两党对大陆的态度 也明显更为强硬 但新关税措施 也可能会导致陆方采取报复行动 TVBS新闻 谢谢西里米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